徐委員好 主委好 首先呢要跟您討論 前一陣子大概在八月左右的時候 我們接到了非常多退降的抗議 那呢就是在今年八月 我們的嘉義空軍基地開放 結果三軍儀隊呢 他們演奏的是日本自衛隊的進行曲 軍艦 請問我們這個严主委知道這件事情嗎 我在媒體上有看到這則新聞 那您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過程是妥適的嗎 因為我的感覺我們三軍儀隊近年都在表演節目上 不斷的做一些調整跟變化 多元化的改變 比方說他們雙世國慶在前面的廣場的表演 他們都有做一些調整 那您知道軍艦這首歌的來源是什麼樣的嗎 這個我不清楚 它是日本上海自衛隊的軍歌 那外界會有這麼大的反應在於呢 嘉義基地開放是為了慶祝814的空軍節 這我想您應該很清楚 而這個節日呢就是紀念空軍第四驅逐機大隊 大隊長高智航 他在1937年的8月14號的松戶會戰裡面 擊落日本海軍航空隊的96式的陸攻轟炸機 目前駐守在嘉義基地的空軍四聯隊正好就是高智航當年所呆的單位 結果我們在紀念這個先賢先烈的日子在他的助手地 演唱日本上海的海上的自衛隊的軍歌 您覺得這樣合適嗎 那我覺得如果有這個由來演奏這個軍曲是不適合的 好適不適合的 所以大家都會覺得說 那我們的這個退伍的軍人比方他去參加大陸的這個陸珠海航展 那要被人家提議要砍越退縫 可是我們台灣呢在自己的基地裡面去播放自衛隊的歌 又該當何罪 所以要跟您反映有非常多的退將為此感到非常憤怒 因為他們過去有一些老兵他們也是跟日本人正面做過戰的 或者是他們的遺卷 那這些空軍就會覺得在空軍的紀念日814裡面去演奏了這個軍艦 也就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軍歌是非常不妥事的一件行為 那這個部分是退將的意見我想我有必要轉達給我們的主委知道 那接下來第二個問題我要問的是呢 有關於這個勞動部的標準 請問您知道多少錢月薪算是所謂的低薪嗎 低薪啊 沒關係喔我直接告訴您 這個勞動部長何佩山他先前有說 勞動部根據這個OECD的定義呢 三萬一千元以下就算是低薪 可是呢 主委我們看一下 在清淨農場徵材的薪資範圍 有好幾個職缺他的月薪範圍有包含到低薪的部分喔 比方說觀光行政組的行政助理 他就寫到兩萬九到四萬一千八百八十五 那他呢其實如果你的起薪是給到兩萬九的話 是符合所謂的低薪 西餐的三廚也是一樣最低薪資兩萬九 櫃台的服務員最低薪資兩萬八千五百九十 中餐廳的餐廚最低薪是兩萬九千元喔 所以呢這個就是有低薪化的問題 另外除了清淨農場以外還有這個福壽山的農場也一樣喔 房務員的薪水甚至只寫了28280以上 餐廳服務員28280以上 可是您知道嗎 卓榮太院長在十月底的時候拍板 說中央的約聘庫的月薪要是31449起跳 所以呢他講中央政府約聘庫及勞務承攬基層員工 月薪應該要高達最低工資的1.1倍 也就是31449元 請問包含清淨農場跟這個福壽山農場的這一些 月薪底薪開到兩萬八或兩萬九的部分 請問佩服會要如何進行檢討 不然委員會請我們事業處處長跟您說明 請說 委員好我是事業處處長楊長正 跟委員報告 我們當然是這樣子公告是他的所謂基本薪資 但是因為我們山高山我們所有農場 它服務性質不一樣 它裡面包含了很多績效獎金 盈餘獎金我們沒有把它算到裡面去 最主要的原因在這邊 事實上我們經過統計 我們平地農場的薪資水準已經達到四萬三千元了 我們山高山農場平均的薪資 所以你聘他兩萬八然後你最後的薪資給他四萬 因為有獎金他們有很多很多獎金可以 那你為什麼要用獎金的制度 而不是直接在他的薪水裡面給予呢 因為這會牽涉到很多他後續的保障的問題 獎金這個事情呢當然就你發了獎金 可是我們希望是在他的薪水裡面有實質的保障 因為很多的勞工也都碰到一樣的問題 在公司裡面艾亞說他整個月薪水淋了五萬 但實際上他的真正的薪水只有兩萬多 那這樣的話包含很多包含勞健保勞退等等的 這個都會有一些沒有辦法彌補的情況 就都會比較少 所以我要問的問題是既然卓院長已經講了 中央約聘雇的薪資最起碼要31449起跳 我們退府會是不是也應該要配合卓院長的政策 在最低薪資的部分要寫到31449 那你獎金或許發少一點最後的結果是一樣的 但是要根據中央的政策來 約聘雇的月薪最起碼要是31449 我不曉得這個主委你怎麼看 包含我們明年114年會全面做檢討 好 全面做檢討 我認為是非常需要做檢討的 最後我要講一下這個有關於我們退府會照顧很多這個 長照的公共化資源的計畫裡面的質詢率過低的情形 那包含我現在所列出的質詢率呢很多都不到一半而已 但我今天要特別談的主要是 在這些榮院的部分喔 有很多的分院 那有短處的情形 那包含是我們的普里分院跟屏東榮總 這幾年的營運狀況並不是很好 那我今天呢因為時間有限 要特別請教的是在這種營運短處的情況之下 那今年本來要說要漲14%的電價 後來醫療院所是動漲 那可明年又不一定 如果接下來漲了電費的話 這些分院的營運會不會出現更嚴峻的狀況 請說 請說 委員好我是 明年不見得動漲啊 那加了14%的電費之後 那你們整體的營運會不會受到影響 目前我們算出來整個那個電費的佔率是1.45% 那符合這個衛福部他所提到的 要在2%到3%左右的成本 所以目前是在衛福部的規範之內 是符合他的比例 所以你們認為說 就算是現在要貼14%的電價也沒有關係是嗎 絕對有關係 我們還是必須要去做一個開源結論的動作 好 所以我希望未來我們也持續幫大家爭取說電費動漲的部分 好嗎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5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火腹路 全修精華 精華聲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